优良广播电视金钟奖 今天在中山堂光复厅举行颁奖养典礼 由文化局长王宏斤主持 教育部长钟晓光接着致辞 典礼广播电视界要时刻想到对社会国家应付的责任 不能够迁就大众的趣味,降低文化的标准 中部长接着颁奖给社会建设服务奖 优良广播电视节目奖 创新节目奖 个人技术奖等的得奖人 本公司和教育电视台都没有参加这项竞赛